Hello 今天想要介绍两款自己觉得学习语言必备的APP 其实就是Notability 还有Anki 类似的笔记软件和背诵软件其实非常的多 这两款可能不是最便宜 也不是功能最多的 但是就是靠着这两款软件 帮助我考过了日语一级和韩语五级 基本上我觉得如果你买iPad理由之一是想要学习语言的话 那么这两款APP一定要试试看 在讲这两款软件究竟有多好用之前 我们先分析一下 就学习语言的过程当中 我们到底要做些什么事情 如果不考虑发音蓝读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首先应该是会通过听课或者是看书 来学习一些生词语法结构 然后还有一些常用的表达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应该是会一边看书一边记笔记 不断的复习这些内容 在复习的过程当中 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 我们再去看看当时的笔记 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有两个难点 一个就是出现了问题 我们去翻笔记的时候 根本不知道自己当时在记什么 第二个是根本背不下来 就是我想要记的这些东西 如果克服了上面这两个问题 我们学到一定程度之后 我们可能就会面临需要去参加一些考试 复习考试的话 一般来说也就是做真题改错 做真题改错这样循环 同时在做题的过程当中 收集一些不认识的单词和表达 并且不断的复习自己的错题 在备考的过程当中 又会有两个难点 一个是怎么样快速的来收集错题 难道是把错题都抄一遍吗 另外一个问题 当然就和刚刚我们学习的过程当中 是一样的 就是想记的内容记不下来 所以当我们不考虑 老师讲的清不清楚 以及自己的发音准不准确 这两个大的问题之前 我们就会遇到三个主要的问题 一个是学的时候没有听懂 复习的时候笔记也看不懂 总之就是没有懂 第二个单词语法记不住 第三个复习错题的效率比较低 Notability和Enter这两个软件 它就可以非常好的解决 刚刚我们说的这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学习的时候听不懂 Notability它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功能 就是录音和笔记同步的功能 在记笔记的时候 同步点开录音按钮的话 录音就会自动同步到你的笔记里面去 在复习的时候 如果有任何你看不懂的地方 我们点击一下喇叭旁边的这个箭头 同时把这个工具框换到手的这个模式 我们就可以点哪个地方 它就播放你记笔记的时候 相应的课程录音了 再听一次的话 基本上就能够解决听不懂的问题了 第二个问题是单词语法记不住 背东西基本上是学习语言永恒的主题 如果你还没有尝试过使用Enter的话 那一定要试试看 想要让自己的东西记得了 并不是去抄单词或者是每天把单词书看一遍 而是间隔一段时间让这个东西出现在你的面前一次 但是如果用传统的方法 我们其实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而且单词如果不是随机出现 而是像在单词书上这样列成列表一样出现的话 很容易我们其实背的 只是这个单词在这本单词书上的哪一个位置是什么意思 一放到试卷上还是不知道 因为试卷上的单词并不是按照列表的形式出现的 但是Enter的话呢就可以很好的解决上面这两个问题 每天呢它可以帮你把背单词这件事情安排的妥妥当当的 我们要做的事情呢就是把要背的单词录入进去 然后每天按照它的要求背单词就可以了 这款软件呢虽然它比较贵 但是我自己用下来功能真的是非常的好 我们可以一次性新加这种双面的卡片 比如说在正面写上中文 然后呢背面写上英文 或者是其他你想学的语言 你点击创建之后呢 它就会自动生成 正面是中文反面是英文 以及正面是英文反面是中文的两组卡片 非常的节约时间 同时呢你还可以录音进去 这样你背的时候呢就可以听到这个单词是怎么读的 如果你自己对自己的发音有自信 那直接自己就点击这个麦克风的按钮 录到Enter里面去就行了 如果你刚刚开始学习这本语言 对自己的发音还不是太自信的话呢 你可以同时分屏打开一个电子磁点 现在电子磁点都会有播放录音的功能吗 Enter里面先点开这一个麦克风 然后再点击这个发音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呢背起来又复习了它的读音 又复习了它的写法 就非常非常好了 关于Enter呢 之前有做过两个详细的视频 大家可以又通过关键字搜索一下 来参考看看 最后一个问题呢 就是怎么样来提高复习错题的效率 有了错题 我们首先当然就需要收集起来 这个呢我们就用Notability和Enter来分屏完成就可以了 在Notability里面我们选择套索工具 然后选择你的这一个错题 点击一下选择复制 然后把它粘贴到Enter里面来 这样就可以了 这么多的笔记软件 我觉得Notability的截图功能是最最最快截的 别人才收集完一道题 和你已经收集完两套题了 就可以赢在起跑线上 另外呢听力也是非常多朋友困扰的点 我现在做听力的时候呢 就会自动打开Notability的这一个录音的功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可以很快的重新听自己错的题 比如说我做这个题的时候 我发现这个地方我错了 我想要重新再听这一道题 那我们还是点一下麦克风旁边的这一个箭头 再把模式换到我的这个模式 然后点击一下这个错题的位置 好 它这个时候呢就会开始直接放 我错的这一题的录音了 这样的话呢也很方便找自己的问题 到底是哪里 以及重复反复的来听这一个错题 就是因为以上的几点 所以说我现在如果是用iPad学习语言的话呢 基本上用的就只有这两款软件 就已经完全足够了 当然今天这个视频呢完全回避了 就是老师讲的清不清楚 还有发音这两个问题 那这两个问题呢 是用Notability和Anky都没有办法解决的 以后的视频再分享吧 好 那今天就是这样咯 拜拜